HELLO 大家好,我們來到今集的九一檔車園 我現在身處在李文的新訓練基地 立即和大家看看 最近落成李文的新訓練基地 到底裡面的內容是怎樣 有什麼新設施,可以怎樣幫助球員做恢復 和平時的訓練是怎樣的 故意拍一條開箱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訓練中心的神秘面紗 其實都可能有很多人看過的 喜歡這部影片當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就不會錯過下一條影片 另外就給個讚,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是雙口之歡迎的 另外就是課金支持小弟小小的支持 多多鼓勵Payme和轉數快都可以 我們立即進去看看裡面的內容是怎樣的 然後進來這個是李文訓練基地的門口 一進來就全部都是李文的球衣 其實就是放在這裡展示出來 有兩邊的 這邊就有個玻璃櫃裝著 這邊就好像設定得漂亮一點 還有我發現他們是很喜歡用這些工業風的長式 還有他們這些燈其實都有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偽紅燈感覺 這個是我一進來就看到他們的設計是這樣 有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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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沿著走進來呢 那沿著走進來呢 就會是看到他們這個是一個 普通地區 普通地區 普通地區其實就是給球會開會用的 那這陣子 那他們都會有一些電視是用來做 譬如做一些分析啊 或者跟一隊開會 討論一些比賽的表現 都會在這些位置上做一個所謂的de-beaving 或者賽前的一些簡介都會在這個地方做的 那這個位置 這個comming area 對著的呢 其實就是一個meeting room來的 這個meeting room呢 就不同了 因為它起碼呢 就可以課到呢 多一隊人呢 就可以在這個area上開會這樣 因為可能例如是前鋒和後衛兩組球員 需要各自開會 檢討各自不同的情況呢 都會可以分別在meeting room 和外面的comming area 做回一個會議這樣 那這裡就都可以接下來看看 如果你問有新的簽約的話 很有可能就在這裡發生的了 哈哈 因為大家都應該很有印象 那些球會的簽約 在港超聯來說呢 都是五花八門的 但是呢 這次李文這個基地呢 相信這個場景 以後他們簽新人就會在這裡出現 那看看會不會有什麼 又再有何甲啊 迪愛莎尼亞的球員來到啦 好了 接著就去看看他們呢 這個走廊為止 這個走廊為止 就show了很多他們歷年的 波衣的 那 那 這件就 黃黑鑑 尤其是深刻啦 因為那一年是聖杯的冠軍啦 所以也是他們球會史上第一個錦標啦 這個呢 就有亞冠的章的 那應該他們 踢這個亞冠外的時候呢 那就是有一件波衣來的 那然後一直掃下去看 對啦 歷連的波衣 那這個就是亞歇啦 亞歇啦 那當然就是 對這個烏茲比克的拿薩夫啦 那這個就是耶爾賽貴 那那個港超人的章呢 其實那一年呢 我是挺喜歡那一年那個港超的章的 好啦 接著走進去呢 就要看到他們球員的Locker 球員的Locker呢 那個Number 是跟回球員 波衣Number 去做變形的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 根據自己的波衣號碼 用回自己的Locker 嘻嘻嘻嘻 嘻嘻嘻 嘻嘻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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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就是這樣 那這裡有他們的Locker 接下來呢 又是有這個 霓虹燈的設計 那就去到他們的 更衣室了 那裡的更衣室 我們進不了 還有他一個的小心思 我覺得 他的更衣室呢 雖然呢 大家都知道 他是 是 給 李敏的球員用的 但是他會有特製設計的 就是 如果呢 如果有機會呢 有一些 視障人士來到 其實他都會可以 知道 這裡是一個洗手間 我們現在好像樓盤廣告 哈哈哈哈 好像樓盤廣告 在中間 這個就是 看盤廣告 那這個呢 都不算特別的 那這些Locker呢 沒有Number 其實就是給青年軍用的 對啦 給青年軍用的 接著完之後 這裡下去才是 呃 他們 我想訓練中心裡面其中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 所謂 浴池 你當它 李民浴場 這個就是 有兵機的 那也都有 可以 給球員呢 做一些恢復用 因為大家現在都知道 基本上呢 其實球員 為什麼那個 足球的壽命可以去到 那麼長呢 其實那個恢復是很重要的 那現在就看到了 他們這些就是 浴池的設計 這個 街磚一格格呢 其實是很有日本風格 據聞呢 原來 啊 他們也是參考了 日本一間 日積球會 這些日積球會 裡面那個浴池的設計 所以呢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 我就說 哇 這個浴池 大家有沒有玩過那隻遊戲叫做 百號出口 不是在地鐵站上呢 全部都是這樣 白色階磚的 我進來後 剛才是 很有這個感覺 洗澡位 洗澡位也是用這個設計 其實是 那個工業風是挺貫徹的 我覺得整個設計上面呢 就 不是說 很 modern 反而是 有一種 幾 日式的風格 我覺得 挺日本風的 這個更衣室 然後就過來 這邊就是換衣服的地方 也有些locker 也是給青年軍用的 嗨 那這邊就是 風筒 那那些其實就是 一些 是士多房來的 那我們就 不研究了 這裏呢其實都是放一些 雜物他們的士多房的 那所以就 譬如他們 主場啊 要放 booth的話呢 那些 marquee都在這裏 啊 還有啊 這個位呢其實就是一個 醫療 的地方 那就可以讓他們做一些 按摩啊 舒緩啊 就是平時的caram 工作的地方 那見到呢就 有兩張床啊 然後就 有個枕頭的 這個位呢 是 哈哈 大家如果不陌生 又去做位推拿那些呢 就按摩床 就一定有這個位的 哈哈 OK 這邊呢其實是 這邊其實是 李文的職員 辦公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就不去打擾他們了 那出來的 這個comment area 那我們就 這個就很明顯是 可以煮食 哇 好像挺有要求啊 好像 那水機呢 咖啡機呢 好了 那我們去看一下訓練設施 今天呢其實也有 李文的球員在這裡做訓練的 好了 來到這個就是 李文的gym room 那主要呢 就 這一套就是他們的單車機 那這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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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 做可以專門的朋友仔 啊 就是 晚餐的 這些 搬鐵餅的生涯 應該大家都 是 很熟練的了 就是會睡個人上去啦 然後就 踩 然後就不斷可以幫忙練腳 轉過頭 這邊呢其實就是他們的 嗯 球員 可不可以說是gallery呢 那他們會有了呢 每個球員的 形象 形象 設計 相 在這裡 那就 哇 好有型啊 DSEO 那會順著號碼 那還有呢 他都會說 每季如果有什麼球員的變動呢 都會即時在這裡 有 update 就是 很新的球員都會在這裡 然後 那整個牆都是 那 你也在這裡 很快手啊 喂 就是這樣啦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都頗有型的 一進來的時候就看到了 整件事 然後呢 在這個牆的後面呢 就是 那些牙力 呼呼一路掃著去 風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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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 是會做一些球的練習 這個感覺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那些公廈 那些室內足球場 其實就是有一些感覺 摸起來是很軟熟的 這裏總共是一二三 三部 做重訓的器材 然後現場我們看到 這個背影很熟悉 他就是在球場上很久沒見的黃俊豪 Hello 你好 你現在是否處於一個仍然受傷的狀態 情況如何?恢復 OK 又會轉一本一本 但是在這個受傷的狀態裏 其實都可以保持很多訓練 做... 還不可以...還沒跑得住 還沒跑得住 那我先做一下一些力量 腳的力量 上一身動著 對 很想下場比賽 不要說比賽跑一下也好 你一定是跑不到的 對 因為下半季 其實對於李文來說很關鍵 對 就是很重要 長長 都好像... 不可以失分 那今年有沒有具體 整支球隊在哪方面覺得 進步了很多 會不會是心態 還是面對一些很重要的比賽裡面 反而放鬆了 沒有去年那麼緊張 會不會... 心態上強了 那... 真性心也都強了 那... 實力我都... 自己認為是比較強的 就是我們來了兩個新外援 Henry和Mitra 那... 我只認為他們兩個是一個 都... 很高質的外援 呃... 始終他們是歐洲 都算是... 一些... 荷甲啦 Mitra Henry是奧利亞那些 那... 其實他們真的帶了一些... 新的東西可能給我們 那... 尤其是我覺得Mitra的提法是... 很... 很厲害 我自己覺得 是 有什麼厲害之處 你覺得呢? 他的閱讀球賽能力是很強的 嗯... 那些One Touch 和他的護球能力是很強的 他... 他比一些... 直線和一些... 那些佔面直線是很強的 我想大家昨天都可以... 就是... 留意一下他 他其實是很小失的 是... 他這件事 他給我的感覺是... 他是一個...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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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輕鬆 去對付比賽的 不是他不認真 嗯... 而是他是會... 覺得... 就是... 今天是一場大戰啦 但是你要... 放鬆一下自己的心情 你不要那麼緊張 你才會有一個... 很好的表現 那... 我就覺得他這件事是... 心理質素很強的 是... 他好像... 是否對連迪路夫呢 類似... 類似的 對連迪路夫 對連迪路夫 是... 他的信心是... 嗯... 都是這樣而已 很害怕啦 不是說很強啊 這樣... 我們聽到他就說... 蛤... 就是踢萬聯嘛 是... 都不是很強 這樣... 我們聽到回來是這樣 好... 講一下李文這個新的設施 其實在這裏... 有什麼感覺啊 對整個新機地 正啦 正啦 怎樣正呢 呃... 就是... 對球員來說... 呃... 呃... 你做... 就好像我現在這樣 有商量啦 我自己來做 首先沒有時間限制 那... 我喜歡... 即... 用什麼的器械都OK啦 那... 我跟回我們的Jerfi 的program去做啦 就是李文啊 一隊用啦 那... 還有千年港 那就可以... 在這裏做一些... 功能訓練呢 那就好一點 因為你出去... 其他dream做呢 是... 他們是會有... 可能有這些器材 那... 但... 可能沒有那麼多地方啦 那... 那... 可能... 不是只有我們嘛 沒有其他教育人 可能人家都會想用 那你的時間就好像 變了會很... 很趕啦 嗯... 你自己在這個... Dream Room 裡面 你最喜歡是玩哪部... 哪部機器? 哈哈哈... 呃... 喜歡啊 是... 最喜歡哪部啊? 吹空啦 弄幾東西來啊 還有... 這個啦 這個... 是很多東西做的 弄幾東西 弄幾東西 給點掙扎啦 哈哈哈 這些器材是不是全部都是新的呢? 是啊 嘩 全部是新的 現在王俊浩為我們示範的是... 每邊15kg 即總共30kg 的餅 嘩 OK 今天就參觀李米基地 很感謝王俊浩 希望他快點上好 可以快點上陣 讓我們大家看回 香港簡敵 哈哈哈 其實是場上的表現啦 希望你問一下本季可以... 得益於整個訓練基地 看看在那個... 呃... 體能上面啦 那個... 所有能力方面都有提升 那所以最後呢 都是... 希望... 大家一切向好 那看看... 你們可以在最後 能不能夠預言以上 希望 是啊... 節目時間差不多啦 那就記得...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素雞 非常之好 好熟練啊王俊浩 其實這麼帥仔 真的做幕前... 有看有看有看 多謝多謝多謝 做幕前也沒問題 當然啦 就記得分享給朋友仔看一下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